平成系目前除去奈歐斯一共有15个TV 这些当中有一些强到离谱的怪兽 像贝利亚这种能毁灭宇宙的 以及像斯菲亚黑洞这种以星球为食的 还有一些弱到吊渣的怪兽 比如说被赛文插秒杀的机械古拉奇埃斯 上次阿泽清点了所有平成系剧场版的BOSS 今天阿泽就带大家来看看 平成系TV的大BOSS合集 并将其按照城市级、星球级、宇宙级、多元宇宙级以及拉级来分类 首先就是拉级啊 也就是拉级 在所有的BOSS当中有那么一只怪兽可以说是垃圾中的战斗机了 它就是机械古拉奇埃斯 出自于赛文X的TV大街局 身为天神队的古拉奇埃斯制造出来用来保护自己种群的机器 赛文插第一次与其对战 被其偷袭锁住 后来被直接轰炸打倒 这是一次很明显的靠偷袭取得的胜利 等到赛文插第二次变身就可以看到啊 这三个废物是怎么轻易的被杀的 机械古拉奇埃斯射出的绳子被赛文插用双手轻松打下 然后赛文他就带着三个废物飞向天空然后重重的摔了下来 随后一个音爆射向天空 用一发艾梅利姆光线彻底击杀三个废物 杀完了古拉奇埃斯的守护身 那么接下来就是整个古拉奇埃斯组了 赛文飞入地底 在古拉奇埃斯的老巢里一发艾梅利姆光线开始扫射 极其残忍 在平成年代的TV中超过一半的怪兽都是星球级BOSS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怪兽是星球级的呢 第一只加坦捷恶 出自迪迦TV的大街军被称作黑暗的支配者 其统领着一大批的怪兽 包括但不限于左家的大军齐杰拉等等等等 一只左家都是能把迪迦打红灯的 更何况是扑天盖地的左家呢 加坦捷恶就是消灭了古代文明的罪魁祸首 根据幽灵的说法 古代文明刚刚开始有迪迦的保护 只是后来因为齐杰拉的蛊惑 人类集体放弃了迪迦的保护 而随后加坦捷恶的出现 黑雾让地球文明所有的电子设备失效 再加上迪迦又不在 超古代文明就这么灭绝了 而在目前的人类文明中 迪迦的操控者是大谷 半人半光 他消灭了齐杰迦并且与加坦捷恶进行战斗 虽然第一次输得很彻底 但在孩子们的光到达迪迦体内之后 迪迦变成闪耀迪迦 消灭加坦捷恶 加坦捷恶强吗 强 宇宙下的几类埃勒的人 就不会有着与加坦捷恶相关的记忆 第二只 黑暗行星古兰斯菲亚 又称斯菲亚黑洞 是戴拿TV的最终boss 是所有斯菲亚的母体 在与戴拿的战斗中 呃 不对 没有战斗 身为一个黑洞 其本身就没有攻击手段 只是戴拿没有办法对其造成威胁罢了 后来戴拿在新MaxPod的帮助下 打破了古兰斯菲亚的屏障 戴拿直接一进索尔杰特光线将其击杀 古兰斯菲亚为什么是星球级呢 设定上他只需要三秒就能吞噬一颗星球 这肯定是星球级以上的呀 但是呢 又因为他三秒才能吞噬一颗星球 一个宇宙有多少星球啊 就算排着队往他嘴里送 吞都吞不完的 星球级脱脱脱的 第三只 破灭天使佐格 盖亚TV的大boss 第一次出场就以碾压的姿态降临 先是给盖亚和阿古鲁补满的能量 然后直接秒杀他们 压迫力拉满 后来盖亚和阿古鲁获得了能量补充之后 分别释放至高形态下才能释放的技能 击杀佐格 佐格是绝对拥有着毁灭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力量的 别说佐格亲自下场 就连他挥下的那些大量的小杂兵都够毁灭地球 第四只 卡欧斯头部 卡欧斯头部是高斯奥特曼的boss 本是为了让混乱的星球重新恢复秩序的人工生命体 但是因为呢 无法分辨善恶 所以才开始破坏 最后被高斯进化 成了行星助蓝新的守护神 这只没什么好说的 星球级的势力是板上钉钉的 第五只 百万巴萨库 是麦克斯TV中的大boss 是迪洛斯文明的巴萨库系统 制造出来的最强机械怪兽 麦克斯第一次对战的时候 能量不足 被百万巴萨库打败 并捆绑在头顶 第二次麦克斯对战的时候 在地球防卫队为其补充的能量之后 直接巨大化 一个图标 加一把长帽没边的光剑 一箭转杀 第六只 格力扎 虚空怪兽格力扎 这是X奥特曼TV的最终大boss 来自于未知领域 是完全的虚无和不存在 以生命力量为实 开具被X奥特曼打进了太阳里 后来复活重生 实力更加强大 X完全不是对手 幸亏格力扎误使了X的头标 虽然更加强大了 但却变成了实体 这才让X找到了机会 集合了所有力量 以终极扎达蒂姆光线击杀 那在德塔中也有登场 被杰德和德塔 从其体内取出的宇宙之针 轻松消灭 为什么X的头标 能让格力扎变成实体呢 在德塔播出之后 导演也追加了相关的设定 即X的头标也是宇宙之针 第七只 摩格纠结大蛇 摩格纠结大蛇 是欧布TV中的结局大boss 是一只能吞噬 整个星球力量的强大怪兽 在其设定中 摩格纠结大蛇 已经毁灭了好几个星球了 后来来到地球继续吞噬 被奥特曼阻止 后来因为加古拉的释放 得以挣脱封印 因为其采来了一颗神木 神木的神圣七七 对其造成阻碍 使得其下二处的一个地方 没有得到成长 还是右体形态 这也是摩格纠结大蛇的 唯一弱点 第一次欧布与其作战时 被其吸光了至高升联中的力量 并将欧布打回了人间体 第二次欧布联合加古拉 一起出战 结果还是被摩格纠结大蛇 压着的 最后摩格纠结大蛇 被威特队发现弱点 在加古拉的牵制下 欧布以列祖列宗光线击杀 摩格纠不可为之不强 要不是有弱点 还真不是欧布能碰瓷的 这里我将其实力定义为星球级 因为它并没有威胁到 整个宇宙存在的实力 第八只 鲁格赛特 作为罗布奥特曼的最终boss 鲁格赛特原本是宇宙的白细胞 负责清理宇宙中的垃圾和细菌 但是拖雷机修改了鲁格赛特的基因 导致其误认为地球是宇宙细菌 所以才会想要毁灭地球 鲁格赛特拥有着轻松毁灭一颗星球的力量 在开始的设计中 鲁格赛特被定义成了一个纯法师 其大刀叫做创世安魂曲 再次表明了他正向的角色身份 在与罗布的手战中 轻松碾压了罗布兄弟 但后来在罗布兄弟融合成了罗布奥特曼之后 在妹妹凑招阳的帮助下 成功释放出了真地漩涡爆裂将其击杀 又有人问了啊 罗布的真地漩涡爆裂 和格罗布的格罗布漩涡爆裂 哪个更强呢 阿泽个人是倾向于真地漩涡爆裂的 为什么呢 因为真地漩涡爆裂射出了一整个格力桥啊 这是什么概念 星球级别的boss就这些了 那么接下来要带大家看看宇宙级别的boss 这些boss都是能对宇宙全部生命 或者直接对宇宙的存在 都能造成威胁的超级强热 第一个 安佩拉星人 安佩拉星人是孟比优斯TV中的大boss 被人们和奥特曼们称作黑暗宇宙大皇帝 他的地球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 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打败光之国 在其早期已经入侵过一次光之国了 但被奥特之父以一个永久腰上的代价斩杀了 复活之后来到地球 先后击败的西卡利奥特曼 扎母下孟比优斯奥特曼 但在孟比优斯变成孟比优斯凤凰前台之后 配合上斯派休姆增幅器 加上左飞的M87光线 再加上皇帝不会走位 再加上皇帝身上的旧伤 这才让孟比优斯和左飞击杀了安培拉线人 安培拉线人自称黑暗宇宙大皇帝 那么自然而然是曾经统治过整个宇宙的黑暗的 所以给予其宇宙级别的实力也是稳稳当当的 第二个黑暗扎基 这个我都不用多说啊 和奥特之神能打几个挥活的怪兽 大家都知道 奥特之神诺亚是一个守护多元宇宙的存在 我和你说扎基这个东西 但凡他在Nexus的大阶级中多扛一会儿 不是被弄亚撵着打 我都要给他排到多元宇宙里面去了 看他弄亚多贴心啊 知道扎基实力强 所以对波的话 要先将扎基射到外太空里才行 这样扎基死亡的爆炸伤害和对波产生的鱼波 才不会对地球造成损伤 真贴心啊 第三个雷布朗多新人 雷布朗多新人是大怪兽格斗中的boss 在TV中他穿着暗黑铠甲约哥莫拉大战 最终输给了哥莫拉 曾经的帝王输给了自己 手下的手下的手下的一个小杂兵 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我反正非常震惊 但当我和阿当聊了这件事之后 阿当是这么跟我解释的 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他说暗黑铠甲这个东西 加强的是物理防御力和物理攻击力 但灵魂状态下的雷布朗多新人 没有物理攻击力 只有光线 但雷布朗多新人的光线 打奥特曼有奇效 但打怪兽不行啊 所以雷布朗多新人看着暗黑铠甲打哥莫拉 等于暗黑铠甲在打哥莫拉 和雷布朗多新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输是自然的 不过呢 我这边还是将雷布朗多新人归着到了宇宙级别里 不过其他 就凭其雷布朗多的遗传因子 能散发全宇宙 再加上曾经是全宇宙的怪兽的统治者 他就担得起这个级别 第四只 黑暗路基艾尔 黑暗路基艾尔想要排到宇宙级的第一前提 那就是银河得在后山 因为黑暗路基艾尔和银河是对应的 实力是相同的 在后山这个地方 银河奥特曼的战斗力是超过神秘思傲的 但一旦出了后山 那就是个普通奥 开个玩笑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黑暗路基艾尔的战绩 在银河奥特曼的开局 黑暗路基艾尔就以一己之力 将所有的奥特曼和怪兽以及宇宙人 都变成了黑暗活化任务 光凭借这个战绩 给他排个宇宙级丝毫不过分啊 第五个 维克特曼路基艾尔 这是银河S的最终boss 一度打败了银河和维克特曼 并将其变为了石像 但我感觉啊 实在是太弱了 表现力太差了 我真的不想把他排到宇宙级 但是他毕竟有路基艾尔的融合素材呀 对标后山银河的话 还是能排到宇宙级的吧 哎呀 只要和银河有关 战斗力系统就崩坏到不能再崩下去了 咱就这么定吧 那么在平成系列的boss中 有没有达到多元宇宙级别的boss呢 当然有啊 唯一一个 极恶贝利亚 大家都知道 贝利亚凭借一颗超时空炸弹 就能毁灭一个宇宙 后来融合了安培拉西人 和黑暗路基艾尔的极恶贝利亚 实力已经强到没边了 再让其可以不断的吸收奥特之王的力量 使得其实力逐渐靠向神的级别 进入被打的儿子消灭的早 要是再等一段时间 等到奥特之王的力量被贝利亚吸光了 那么极恶贝利亚就是妥妥的神级别 毫无疑问 那么只吸收了一点点奥特之王力量的极恶贝利亚 自然而然的就是多元宇宙级别了 有人会说 啊 怎么奈欧斯没有说 大哥 奈欧斯才播几集呀 他没播斯呀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的超长怪兽实力评级 想看哪个系列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